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表ICU 那根据我们的快递信息显示 今天会收到一位吉林的表友寄来的一款天梭 那根据这位表友上传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一款天梭的港湾系列 那根据这位表友的描述 这款表是他在韩国留学的时候买来送给他的父亲的 但是因为这只表被过度的上链 所以把头被拧坏了 那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待会拆开着的包裹 一起来看一下 的确没有错 寄来的是一款天梭的港湾系列 而且是老款的 这款表非常的经典 因为他使用了非常多相对古典的设计 洋葱形的靶头 钳壁纹的表壳 还有这种非常特别的指针 这种指针叫做教堂针 这种针型的来源是欧洲哥特式教堂中塔上的指针 非常的漂亮 那这位表友在留言中有提到销售 曾经跟大家说这款表的机芯劳力士也在用 那当然这句话很显然不是一句真话 因为这款表使用的是ETA的2892机芯 而劳力士从来没有使用过ETA的机芯 现在全新的港湾应该已经全部都换代成天梭最新的80机芯了 而使用这种2892机芯的港湾已经全部停产了 还是非常经典的 那根据这位表友的描述 这支表的问题出在他的把头上 那么我们在手动上链的过程中也确实能听到非常异常的咔咔声 初步判断是中间传动的利轮出了问题 正常天梭的官方售后中像这种2892机芯的保养 加上更换基础的零配件的费用大概在1300到1400元左右 前后的维修周期需要三个月 那依照ICU的判断 这支表的整体维修费用可以控制在800块以内 前后一周就能彻底的康复出院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检测一下他的走时状态 可以看到他的走时并不好 摆幅也偏低 可能是动力不足造成的 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把整个机芯拆解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他真正的并造所在 拆开了后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892机芯 2892是一款公认的非常牛逼的机芯 曾经甚至有人将这款机芯和劳力士的3135相提并论 那至于为什么说2892机芯牛逼呢 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再跟大家介绍 拆开了机芯之后我们第一感觉是这支表之前进过水 因为在顾忌圈上有非常明显的水字 拆开了机芯之后我们第一感觉是这支表之前进过水 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这支表之前被别人拆过 因为估计圈上不仅有水字还有非常明显的指纹 而且百轮的快慢针也被旋转到了最顶端 明显被人调过时 最要紧的是之前这位维修师似乎并不专业 因为机芯上的螺丝被拧爆滑牙了 而且分轮上还沾满了表油 说明他点油的时候根本没有点到位 油量也太多了 像这样被粗暴的维修之后 这支表肯定是走不好的 另外如果这支表到了二级市场上 也会因为这种暴力维修痕迹被判为残次品而变得不值钱 所以再次实名奉劝各位表友 在维修手表这件事上应当选择专业的机构 因为你今天在路边摊上省下的钱 最终都将翻倍的以学费的形式奉献给社会 好了现在我们接着来拆解这支表 根据我们的判断 这支表的并造应该是出在和表冠相连的利轮上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利轮现在的状况如何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利轮已经断尺了 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手动上链过度造成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更换一个全新的原装利轮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新一旧两个齿轮 正常自动表都是通过这个齿轮的传动来上发条的 平时如果不是手动上链的话 根本用不到这个齿轮 好了那剩下的就是所有零件的洗油工作 这支表是最维修的效果 那么洗完之后的零件呢我们依旧是让他们先沥干 而与此同时呢我们把这支表的外观键放到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洗 沥干了零件重新组装起来并且点上油 发条盒使用的润滑油和机芯肘眼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需要区分使用 机芯全部组装完成了之后 我们将机芯放在设备上进行初步的调试 并且检测它的走时情况 最后更会有一个提升的 阁筏 正在外面中,我在做前半年里 下半年里 外面中文字笼 的 淘汰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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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